为什么唐氏综合症患者长得都一样? 中国每年约有2.3到2.5万唐氏而出身 他们多出来的一条染色体是眷顾还是诅咒? 目前我国唐氏综合症患者约有100万 平均每1000个新生而出身就有一个唐氏综合症患者 他们在身体素质、智商发育等领域都远赶不上普通人 所以这些患者就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唐宝宝 就算没有血运关系 唐宝宝通常也会有非常相似的外貌 他们大多脖子比较粗 脸比较圆 眼睛较小且尖巨大 外眼角向上斜飞 舌头大等 虽然他们看起来比较相似 但不能说长得像 他们只是生了同样的病 只不过这个疾病在身体上的反应相同 我们看到的也只是这个疾病在人身体上的反应而已 那唐氏综合症究竟是什么病 竟然能直接改变人的外貌 1959年唐氏综合症被科学家证实了 是由染色体异常而导致的 它是人类最早确定的染色体疾病 人类有23对染色体 其中男性和女性前22对相同 第23对是不同的性染色体 唐氏综合症是在发育时 第21条染色体没有正常分裂 导致新生儿体内多了一条21号染色体 不要小看这一条染色体 它们会导致胎儿流产 就算宝宝生命力顽强活了下来 出生后也会面对畸形 身体素质差 智力发育落后 外貌与众不同等问题 据统计 有60%的唐氏综合症胎儿 在孕早期就会流产 唐宝宝出生后 超过50%的人都会有先天性心脏病 免疫力低等问题 就算出生时还算健康 随着宝宝长大 它们的外貌智力发育水平 身体素质及其发育都会和健康宝宝出现巨大的不同 而且这些问题会随着宝宝的长大越来越明显 不仅容易被疾病侵扰 还要承受社会异样的目光 成长过程中还要长期进行恢复治疗 在教育学习和生活中都会面临巨大的困难 因为抵抗力差 唐宝宝的死亡率要远高于常人 寿命也要短得多 男性唐宝宝长大后通常没有生育能力 而女性唐宝宝长大后虽然有可能生育 但是下一代患病的几率会非常高 所以唐宝宝长大后可以结婚 但不建议生育 在2011年每年的3月21日 被联合国正式命名为世界唐室综合症日 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 是因为唐宝宝的第21对染色体有三条 那么我们要怎么防止我们的下一代 出现唐室综合症的宝宝呢 首先我们自己在备孕期或孕育时 保持作息规律 饮食健康 其次可以在运早期进行唐室筛查 如果宝宝不幸确诊唐室综合症 应该及时终止妊娠 当然如果宝宝出生了 我们也要积极乐观的面对 社会其他人或组织 也可以给予一定经济 医疗教育生活上的帮助 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不能歧视和轻视他们 他们很努力才来到这个世界 值得我们更多的关爱 感谢观看